欸喂 你在逗 喔 哇 我在玩家啦 我在全家啦 哈哈 全家就是你家啦 沒有錯 拜託不要再讓我聽到這些爛笑話了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子變 直接切入主題 你知道做操作這麼久啊 客人常會講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話 但是你知不知道店員最討厭 最討厭聽到客人講什麼話嗎 你知道總是有很多客人自己以為 非常的幽默風趣 可愛 單純 善良 天真 白痴 雞 OKOK很多客人自己以為他們非常幽默風趣 我們最常聽到那種自以為是的話就是 全家就是你家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好奇的朋友會問說 這句話該怎麼使用 來我教你 欸喂 你在逗 喔 哇 我在玩家啦 我的全家啦 全家就是你家啦 拜託不要再讓我聽到這些爛笑話了好不好 那其他的第二名第三名大概就是 這個不是第二件打折嗎 怎麼比較可以這件不行 還有 我跟你們店長很熟 到底是在熟屁喔 到底是在熟屁喔 可否不要再講出那些自以為幽默的話 可否 而且我不懂很多客人為什麼會覺得我們操縱之重 會有些對意的行為 就像全家前面一定會開Seven 他們就不會以為我們在打架 這個時候進來買東西的客人呢 總是會用一種聯名你的心態 就是說 欸 我故意來你們全家買的捏 我還不去Seven捏 而且他們會很常跟你講說 欸 態度好一點喔 不然我就要換去Seven囉 呵 好個屁啊 好啦 說真的啦 在我們店員的心態 我們沒有什麼對意的行為 在我們看來我們都很可憐 因為繞來繞去還不就是你們這些人 去哪間之後比較好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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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